蟹沙波龙,哇,面包蟹,一整个的面包蟹 帝王蟹,小青龙,红某虾,牡丹虾,现开榴莲 我宁波这家470块一味的海鲜自豬 如果同类型,同价位的,它绝对最屌 宁波蒸董,好,露过露过 哇,海鲜池叶是相当壮观的 哇,这个挺高级啊,面包蟹 这边都是面包蟹,这里都是缩子蟹,哇,很大 这边皮皮虾啊,也不小,这边发盖啊 哇,全是螺蛳虾,还不小呢啊 这里有蓝龙虾跟这个毛蟹 这里是明虾啊,还都活的 这边帝王蟹啊 它这种是便宜的那种帝王蟹 波龙也是随便吃的啊 摆在这里,这个螺蛳虾还更大啊 你看,这是我手 三文鱼,金香鱼,蟹棒 北极贝西林玉子,哇,有红磨虾啊 它这个牡丹虾真的比日料店还大 蚝虾是火产的啊 这边是水果葱啊 也是有鲜榴莲现开啊 酒水饮料 还不错,都是牌子的 先来个榴莲,开开胃 看起来有金香鱼的肉啊 尝一下,铁板的啊 也成型啊,一拉就拉下来 还行,我吃到的是新鲜的啊 嗯,这个比较松散 这个也还行啊 哇,今天要大干一口 这个牡丹虾是真的肥啊 红磨虾也还可以啊 牡丹虾啊 还不错 还不错 嗯,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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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招糕的也生了啊 红磨虾 哇 也是有香脑的啊 红磨虾的屁股是特别好吃的啊 如果好的红磨虾,香脑会非常香的 嗯 这个虾脑就比较完美 蓝龙虾 它这个面包馅你自己处理不好 要服务员帮你处理一下 自己搞不开 这个 波龙 它没熟呢 我没有搞熟 但是糕非常多 肉没有熟 波龙 我蒸了就蒸13分钟 这个是不新鲜的 这个波龙爪子要吃的 这个是不新鲜 这个是不新鲜 要吃的 就不新鲜 这个是不新鲜 那是不新鲜 有些不新鲜 看看这波龙 肉松散 面猫蟹绝对是可以的 放在包 这一块全是好东西 它这个肉非常硬 要剪刀 缩子也非常大 看一下里面 大的是很大 肉也不是很多 这个不错 这个房子很多 好东西掉了 好东西掉了 竹子没办法 让人家先喝了 只能看运气了 面猫蟹是真nice 面猫蟹里全是好东西 这底下一定要吃 我套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看 底下全是房 啥都不要蘸 非常香 感觉最高 这底下肉就费劲一点 要剪刀剪 哇 又出锅了 蓝龙虾 蓝龙虾也鲜活了 这锅子也大不了 有的肉大也没有用 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现在很大的爪子就有肉 这个就很大的 肉都在这一块了 这个是锅了 还行 里面有膏 但是没有肉 你看 这个还可以 这个也都是先佛的毛蟹 要看运气了 OK 出锅了 这个毛蟹的爪子一定要吃的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这个地盲蟹是那种红蟹 而且是熟冻的 肉挺过 但是不好吃 那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赞 我们今天见明天见 我们天天见 拜拜